在作品里面我要把这种能够战胜一切困难的这种风骨表达出来 在这伟大复兴时代中应该创作更多的优秀的作品 为我们强军梦服务 在各个历史时期 这支军队都是一支敢于战斗 容易战斗 作风优良的部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自1927年8月创建以来 经历了中国工农红军 八路军 新式军 一直到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在各个历史时期 这支军队都是一支敢于战斗 容易战斗 作风优良的部队 我出生在农村 自小就一种军旅情节 一直崇拜军队的一些将军 但是呢 作为一个文人 我喜欢读兵书 战策 也喜欢练武 作为一个中国人 应该是文武兼修 既要有强壮的体魄 也要有深厚的学养 至于书法和武术 它的关系实际上更为密切 在用笔的时候 讲究力量 速度 快慢 干枯 弄弹都有 这些在武术里面都有所体现 武术也讲究生法 步伐 包括力度 力量 速度都有 它们在很多原理上是相通的 所以说书法和武术关系非常密切 在逼阵图里面 魏夫人说 横跨如千离镇云 点如奔雷罪时 撇如路段西下 则如北军奴法 比如说横千离镇云 就是排兵布阵的意思 实际上也指的军事方面的排兵布阵 都是以军事方面的术语来谈论书法 这些书法在殊胜看来 书法和兵法关系非常密切 自古以来 很多将军都是擅长书法的 比如说岳飞 七纪光 这些有名的将军 实际上都很擅长书法 书法写得很好 即便是王羲之在大者心目中是一个书法家 是一个文学家 但实际上他还作为一官就是幼军将军 很多人都是文武兼修的 从无至今有很多边塞诗和包括军事题材的诗书文章 通过这些著作增加自己的爱国情怀 也提升了自己的一些修养 比如说毛主席的《北国风光》 在长征胜利之后写了一首壮丽的诗篇 包括岳飞的满江红 实际上也可以算作是一首军女奇才的一首诗词 中国人同龄战争哲学的最高纲领是何维贵 这是数千年中国和和精神文化的传承基因 战争与和平是人类社会中持久的抉择和挑战 避免战争消除战争构建持久和平是人类共同的理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